尊贵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间 明智之选 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综合体 时尚生活触手可及 生态空间 品味休闲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爱家 才是好男人 王府井 King Square第二期五星酒店及公寓 电话905-888-6788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 全国各地食水安全未达理想标准 其中安省最佳 阿省最差 欧元概多国国大收益率 今天再度大幅就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政厅长邓肯也警告说 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下调 原地于今年春季的预测 而省长麦坚迪就要求政府部门 每年削减开支一个百分点 以便在六年之内消灭赤字 这个将会意味着 在医疗和教育的开支会被削减 而具体的服务削减方案 将会在明年春季的预算中公布 下星期是省议会自省讯之后的 首次重新开会 首先将会在星期一 选出省议会议长 而到了星期二 政府就会发表施政报告 而在星期三就会发表经济报告 转体另一则本地新闻 网受关注的女单车人士 Morrison被撞死的案件 再有新进展 多伦多警方今天宣布 不会对John Morrison撞死的货车司机 提出任何指控 警方说经过深入调查 这名55岁的货车司机 无违法行为 38岁的Morrison 上个星期在多伦多市西面 Dunder Street West和Sterling Road路口 踩单车转弯时 被一辆货车撞倒后卷入车底 当场死亡 昨天上午 几百人踩着单车 在多伦多市街头悼念Morrison 更多的民众 出席了昨晚在Bullet Street United Church 为Morrison举行的丧礼 这种意外发生之后 多伦多地区国会议员 周志维提出一项法案 要求大型货车加装防撞架 以防止单车人士被捐入车底的事件 再次发生 YRTV 燕埔林报道 关于网络流量收费问题 加拿大广播电视电讯委员会 CRTC 是今日下午宣布新决定 根据CRTC公布的决定 小型网络服务供应商 在选择使用大型网络服务供应商的服务时 可以有两种缴费的选择 即是一或一收费 又或者是按网络速度 以及用户数量缴费 在新规例之下 小型网络服务供应商 如果想向用户提供高速上网服务 就必须向大公司多缴付费用 以得到该种服务 否则小型供应商 就需要按月提前计划所需要的流量 以缴付统一月费 一旦流量超标 就要额外付款 同时委员会也拒绝了 会以公司提出的 完全按流量收费的提议 CRTC今年一月决定 准許贝尔、罗渣士等 大型网络服务供应商 按照使用流量收费 此举引起小型网络服务供应商 和他们的客户强烈不满 说CRTC的决定是不公平 指该政策会置小型服务商 于不利的竞争位置 由于反对者众多 今年二月 在联邦政府的施压之下 CRTC宣布推迟实施按流量收费的政策 并展开网上公众资讯 和公开听证会 最新报告指出 本国各地的食水安全 仍然未能达到理想标准 由环保组织生态工业所进行的研究 连续第三年跟进全国各地 在保护水资源方面的工作成效 研究发现 只有安省可以拿到最佳的A等级成绩 而表现最差的是亚省 联邦政府为原住民社区提供洁症食水方面 更加只是拿到F等级的成绩 而且情况还有恶化的迹象 报告特别提到 厄提华在立法层面上欠缺进展 又削减环境部的预算 这些都是导致原住民保留区 水资持续欠佳的主要原因 至于郊区和偏远地区的居民 一旦水资出现安全威胁 很难接收到相关的警告 报告又指 当省在2000年发生过 Walkerton食水污染事件之后 各地的政府一度加强有关的监管 但近年已经变得松懈 当年在滑铁路以北Walkerton镇 因为水源被来自农庄的废水污染 大场甘菌超标 导致2500多人受到感染 其中7个人死亡 报告同时指出 本国目前面对的食水安全威胁 已经由10年前的水污监管 转移到保护水源 气候转变 以及政府削减部款 华尔TV 燕埔林报道 房地产协会表示 安省今年第三季度的房屋销售形势 比预期之中好 令到各协会对2011年和2012年 全年的全国房地产市场表现 更为乐观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目前预测 今年的房屋销售量 比去年增加1.4% 比上一次预期增加半个百分点 明年的销售量预期会少过今年 但预测跌幅 也只是缩减至0.5% 报告指出 目前本国和美国的息口 都维持在低位 增加了置业人士的信心 而房价继续上升 令到新上市的房屋数量 处于一个健康的水平 10月份的全国二手房屋交易量 按月计是1月份以来最高的 增长主要是来自多伦多 温哥华和门地可三大市场 全国平均房价 比去年10月份上升5.5% 达到362,900加元 WOW TV 闫波林报道 接着转体国际方面的消息 投带降规 手拿着盾牌的警员 今天凌晨 将占领华尔街活动的示威者 由纽约市金融区的 祖科帝公园驱逐出去 这些示威者 自9月份以来 一直都在这个公园住宅 警方还拆除了 示威者的张芳城市 并拘捕了将近200名示威者 当局宣布 示威者持续占领祖科帝公园的行为 带来安全和卫生方面的威胁 在警方採取这项行动之前 整个祖科帝公园 已经充施了帐篷 防水报和抗疫标语 有1000名示威者在那里住宅 这次驱逐行动 始于东部时间 今天凌晨1点钟 最后一批示威者 在4点15分左右 被驱逐出场 警方发言人说 这次行动中 有大约200名示威者被捕 纽约市长布隆伯 大家今天发表声明说 示威者可以在祖科帝公园 清洁完毕之后重返此地 不过必须遵守 今次搭建帐篷 和使用防水布和睡袋的规定 而示威者就说 警方的驱逐行动 不会阻止他们继续抗疫的步伐 根据赘利亚维权人士 今天公布的最新伤亡数字 昨天有90多人 在各地的暴力冲突中上升 是赘利亚反政府抗疫行动 展开8个月以来 死伤最惨重的日子之一 总部下英国的 赘利亚人权疗望台组织说 死者大多数都是在南部 局势动荡的德拉省上升 还有部分人 是遭部署在阿贝特加萨尔镇 和希拉克镇沿路的保安部队枪杀 泰国总理英拉 今天叫曼谷市民放心 说受到曼谷的洪水危机 已经见顶 而曼谷东部部分被淹没的地区洪水 可能会在年底前 完全排放入大海 泰国总理英拉表示 根据目前的排水效率 曼谷东部地区预计在年底前 可以恢复城区的正常运作 不过曼谷西部地区 就取决于 临时防洪体的修复 和排水进度 应拉坦诚 曼谷西部地区的洪水 可能会持续到新年之后 有20名为泰国部会议员 今天联续一项紧急议案 建议国会下议员 成立一个委员会 专门研究千都的可行性 这份议案指 由于气候变化 引起的包括洪水 地面下陷 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 为首都曼谷 带来严重的损失和潜在威胁 建议将首都 由曼谷搬清到其他更为合适的地方 接着看财经方面的消息 欧元区多个主要成员国的国债收益率 今天再度升至高位 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升至6.91里 其中一度突破7里的球半境界线 而西班牙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就升至6.28里 再度逼近8月高位 吻息人士认为 欧元区主要国家融资成本再度上升 显示市场对欧元区缺策层的危机解决能力 仍然缺乏信心 蒙帝出任意大利新总理之后 市场仍然未能令政府投赏信任票 意大利国债收益率短暂回落之后再度飙升 由分析师指出 蒙帝的确是意大利最好的选择 但认为它出现得太迟 同时投资者再度将目光转向西班牙 今日西班牙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自8月初以来首次重上6厘以上 分析人士认为 就之前希腊、葡萄牙等国的情况来看 一个国家的国债收益率 超过6厘之后就会飙升至7厘 而一旦超过7厘 就需要向欧盟国家 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 在希腊和意大利整体局势 都未稳定的情况之下 西班牙一旦陷入债务危机 无疑是雪上加上 报告TV 燕沛林报道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在稍后中央台环节将会报道 港府修订旧政府总部西座重建方案 将商场面积大幅削减超过一成 又增加休息用地面积 香港海关首出总值超过1700万港元的 西牛角及橡牙制品 是有纪录以来最大宗的同类型就私案件